欢迎准时来到我们安地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呢看到标题的朋友们啊 看到安地秀煮什么吗 我们今天煮我们的猪脚醋 我们在等着我们的网友们呢 粉丝们呢陆续进来哦 然后呢今天安地秀呢 要为大家分享他的绝学猪脚醋 然后呢之前呢有看过安地秀呢 看了整50多天的朋友啊 今天也不要错过了 因为呢安地秀呢 今天煮他的拿手好菜猪脚醋 跟大家讲 重点呢要讲三次 安地今天煮什么 妈咪今天怎么 嗨 是在煮菜煮蒸蛋啊 菜煮蒸蛋啊 菜煮蒸蛋啊 今天煮中头菜是什么 煎煮中头菜 哲卡丑 哲卡丑 哈喽 苏琪丽安地看到你了 也看到我们的二姐啊 阿瑞啊 凯丽啊 全部都陆续上来了 今天安地秀呢就为大家分享 怎样在我们家里呢煮我们的猪脚醋 而且呢今天母亲节 妈妈呢也是带来我们的母亲节特级呢 跟大家分享 怎样在家呢煮美味一道的好吃的 呃我们的母亲节加油 然后今天呢 阿瑞讲 泡泡泡泡泡 阿瑞喜欢吃猪脚 哈喽我们现在呢看到 阿姨秀吼 就像我们以往这样子 阿姨秀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你这个猪脚是怎样子煮的 已经看你 看到你已经全部放下去锅了 我把猪脚过水了先 我们的猪脚过水第一步 然后放油 放姜片 放蒜米 下去炒 爆香 然后第二步咒呢 我们就放油 第二步呢 我们就放入我们的姜片 蒜米 还有我们的什么 姜片蒜米还有什么 没有油 油爆香 爆香后呢 才把我们洗干净的那个猪脚 放下去翻炒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然后就加酱油 加醋 加盐 加味噌 加糖 然后呢 我们就加塞油 然后我们就加入呢 我们的酱料 我们的调味料呢 就是我们的 酱油 塞油 糖 盐 醋 对不对 有个东西 我们再来一次哦 我们呢 刚才呢 Auntie秀呢 分享我们的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加我们的调味料 也就是我们的酱油 塞油 盐 糖 醋 五样东西呢 放下去 这边煮啦 然后呢 刚才miss掉前面的步骤的朋友 不用担心 哈喽 Roof 母亲节快乐 Tiffany 母亲节快乐 跟美味的 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说 母亲节快乐 妈咪我们跟粉丝说拜拜先 不要拜拜 哈哈哈 哈喽 哈喽 你是我跟人家 我要测试一下妈咪还有醒一下吗 你看我跟她讲拜拜 哈喽 哈喽 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今天母亲节特集呢 有想念我声音的朋友呢 我回来啦 今天Auntie秀呢 就煮我们很好吃的猪脚醋 妈咪福建叫什么 迪卡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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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福建话呢 叫做迪卡丑 我们先把我们的蛋捕先煎 上来了 我们蛋捕蛋哦 我们的菜捕蛋哦 Auntie秀呢 今天呢 要帮大家省略很多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菜捕蛋呢 煎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差不多门半小时哦 我们关火给她 继续门 关火给她们 然后又再开火门过 好的 Jazz 对我们今天就是煮我们的猪脚醋 然后呢 刚才刚刚进来 朋友不用担心 我再跟你分享多一次 刚才呢 Auntie秀就说呢 她先把我们的猪脚醋 对不对 我们先洗干净备用哦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 我们的猪脚呢 就拿去汆烫 汆烫过后呢 我们才呢 捞上来 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第二步啦 就是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爆香我们的姜片 爆香我们的蒜米片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猪脚啦 猪脚下去呢 我们就翻炒 再翻炒 又翻炒 翻炒到呢 我们看到它差不多已经均匀的过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加入什么调味料呢 刚才Auntie去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加入我们的醋 油 没有 加入我们的糖 盐 味噌 味噌 酱油 赛油 对吗 五样 五样的调味料呢 再放下去 我们再重点要讲多一次哦 就是加入我们的 盐 糖 味噌 酱油 赛油 醋 妈咪六样咧 很多咧 六样咧 是吗 胡椒粉 胡椒粉七样 再跟大家复习多一次 今天呢 跟你说 这个猪脚醋呢 是妈咪呢 的拿手好菜 而且也是我爸爸最喜欢最喜欢 吃的猪脚醋 妈 附近话叫什么啊 每次念 的咖啾 的咖啾 妈咪今天煮的咖啾 妈咪 你要把他断跟你讲母亲节快乐咧 母亲节快乐 哈喽 大嫂看到你上线了 Jazz对我们今天煮猪脚醋 韩小春也来了 Tiffany跟你讲母亲节快乐 Jazz也跟你讲母亲节快乐 Jarrett问我 怎么不是我煮给我妈妈吃 Jarrett 你不要煮我 等下我煮到不好吃 我会被妈咪 complain 还有我的姐姐 complain 韩小春说母亲节快乐 Jazz说我好想吃哦 一回我们的大嫂跟我们讲哦 Happy Mother Day 她说我来了 然后Jazz说猪脚吃哦 每天吃都不怕 就是家里没有人要吃只有一个人吃 所以不敢煮 我怕吃皮 Jazz我跟你讲我也是一样我怕吃皮 他们怕吃皮 所以不用吃猪脚 吃那个猪脚 我们吃那个皮而已 我们只是吃那个妈咪煮的旁边那个肉 然后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哦 我们刚才呢 有刚刚才进来的朋友呢 还在在想今天猪脚醋到底怎样煮的 我现在呢再跟大家分享多一次 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我们洗干净的猪脚 我们汆烫后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沥干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加入我们的姜片 加入我们的蒜米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就把我们汆烫好的猪脚呢 就放下去一起炒炒香它 妈咪再讲一次炒什么 炒香它 你看我妈咪现在讲话也是有表情的 炒香它 然后炒香它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七种的调味料啦 哪七种咧 妈咪再讲一次 酱油 酱油 醋 糖 味噌 盐 胡椒粉 胡椒粉 七样 有听到吗 Auntie 书讲很直接的就是有七样的调味料 所以呢今天呢 你很喜欢出乎猪脚的朋友对不对 你就不要错过了 再加呢 现在呢很认真看Auntie 书的直播 在家学起来 然后呢就可以偷偷在家里煮 没有人知道不用紧 然后我们就呢 把全部的调味料放下去后对不对 我们就继续盖锅 焖煮它 妈咪需要加水吗 不要啦 不然我等一下就拿了 没有要加多少水 加适量啦 适量的水 适量的水 妈咪说呢 加适量的水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继续给它们煮到呢 半个小时我们再去看它一下 出去煮半个小时然后关火 煮半个小时关火 可是你的猪脚醋 怎样煮到有没有熟呢 我没有熟啊 等下半春瓶了还要再煮 哦还要再煮 我们先滚半个小时呢 熄火 然后让它继续的滚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书在做什么呢 Auntie 书现在在炸 在过油它的那个豆腐 妈咪你今天要煮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会过油你的豆腐的 我要煮香辣虾米豆腐 妈咪今天又煮多她一道的拿手海菜 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的香辣炒豆腐啦 香辣虾米豆腐我记得那个名字 然后呢这个是我妈咪以前呢 因为我们喜欢吃豆腐 然后喜欢吃那个虾米 所以呢妈咪自己在家呢 自创这道菜煮给我们这些臭屁孩们吃 然后今天呢我姐姐她们也过来一起 吃饭哦 妈咪Jes讲她心里酸溜溜的 看到吃不到 然后你要跟她讲什么嘛 夹着夹煮妈咪 自己煮来 斜 动手 动手斜 Jes妈咪讲齁 就在家自己动手煮 然后呢就把酸溜溜也吃进肚子呢 软软你的胃哦 我觉得味道一定很好吃 然后呢Chung看到你了 看到Chung也上来了我们的粉丝们呢 还有我们网友们呢今天陆续上来了 妈咪 Suchini auntie喜欢吃那个猪脚吗 猪脚醋吗 她叫猪 她叫猪啊 Suchini auntie叫猪啊 他们家都是吃猪哦 Suchini auntie 你们谁喜欢吃那个猪脚醋的 你们就在那边写GoodGoodGood 然后呢我下次呢Auntie Siu哦 还有一个San San Leong的Auntie的那一个 一餐还没有请她吃哦 所以呢你们下次聚会的时候 我叫Auntie Siu特地带Auntie Siu 跑去买猪脚醋 诶买猪脚不是买猪脚醋 买猪脚跟醋 这样我们就可以煮猪脚醋了 对不对 没有买猪脚跟醋 你买猪脚没有买醋 这边还有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iu哦 之前我们煮过的这道菜 我们的香辣虾米炒豆腐啊 就是在这边啊 我们现在呢就要过油哦 让我们的豆腐呢过油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豆腐 Auntie Siu的刀工一流 你看切到这样漂亮 我们再问多一次一下 Auntie Siu 今天的豆腐是你 是你 是你切的还是爹地切的 我切的啦 妈咪切的哈 Chung讲哦 你好San SiuiuAuntie母亲节快乐 SenseiureAuntie讲 我来了 我今天吃摘 刚炒好摘麻油香精 哎 香麻油香黄金饭 哇妈咪SenseiureAuntie今天吃黄金饭 妈咪讲我今天没有黄金蛋 今天没有黄金蛋哈 今天已经炒了我们的菜骨蛋了 刚才Auntie Siu呢为了让我们省略很多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把我们之前呢 常煮的一些菜色呢 就省略到了 就提早煮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只是focus在Auntie今天的拿手好菜 刚才呢我已经分享了Auntie Siu的猪脚处哦 我们有新朋友进来 所以呢我们现场呢在等着Auntie Siu过油 那个我们的那个登登登 就是我们的豆腐的同时呢 我今天呢再跟大家复习多一次我们的猪脚处怎么煮 当然呢我们要test下Auntie Siu有能不能一心三用哦 同时听我讲同时炸着她的豆腐呢 同时还要回答我们网友的一些教学哦 Auntie Siu呢刚才跟我讲呢 她就把猪脚处呢洗干净 汆烫好就沥干备用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加入我们的香 我们的蒜米片 加入呢我们的姜片呢 下去爆香 然后呢就加入我们的猪脚下去翻炒 炒到它香为止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我们七个调味料 让Auntie Siu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七个调味料有什么 酱油酱油 醋 盐 碧灯 糖 胡椒粉 Auntie Siu记性很好对不对 所以呢就这个七个调味料呢 让你轻轻松在家也可以煮到美味一道的 好吃的猪脚处 2卡丑 应该是没有念错了 2卡丑 等下我念错我就觉得好笑 等下我自己看回我自己的直播就在那边笑自己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我们适量的水呢 我们就让它继续焖煮大概 30分钟也就是我们的30 半个小时 Auntie Siu说呢 记得在焖煮的过程呢 不要像我这样哦 每次会手痒去开它 他讲千万千万记得不要开它 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的猪脚处就不好吃啦 然后呢我现在呢 开给我们的猪脚处呢 慢慢的去滚它 慢慢的去焖煮它 然后半个小时我们回来看它 看它到底 猪脚处已经成猪脚处了没有 Auntie Siu还有跟我们分享哦 30分钟后呢 焖煮它过后呢 让它慢慢继续焖 用余闻慢慢闻 然后我们再开回呢 最重要是焖煮焖煮再焖煮 让它完全入味 所以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iu在做什么呢 就是呢煎着我们的 过油我们的炸豆腐 你昨天一点没有讲到话 今天讲到很香很光旧很快哦 我昨天讲很久妈咪 我在live讲了一个小时多耶 那你可能没有讲到话 我今天去见客户也讲了 整两三个小时的话耶 只是说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的厨房比较凉 因为爸爸跟我开了一个风扇的 妈咪 SuchiliAuntie讲 我家不喜欢有醋 嘿嘿猪脚才喜欢 叫猪脚醋可以不要放醋吗 会好吃吗 那个叫猪脚 猪脚不叫醋 Auntie Siu讲呢 如果不喜欢吃猪脚醋的朋友啊 你就不要放醋咯 这样你就变成乳猪脚了 对不对 嗯对妈咪 可是我们也不可以放放醋 因为带转没有人吃 哦是哈 妈咪 Jazz讲哦 我们只是四量四量而已 我们只是放四量的醋哦 太酸没有人吃 太酸呢 Auntie Siu有讲哦 没有人吃哦 所以你们记得呢 醋放四量就好了 妈咪 Jazz跟你讲哦 我现在在学住了 就是在看Auntie Siu煮 妈咪 煮猪脚醋 因为他想吃啊 家里没有人吃 哈哈哈 我跟你讲猪脚醋呢 是我爸爸的最爱 所以呢 妈咪今天呢 母亲节特地煮我们的猪脚醋呢 可是爸爸也是喜欢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今天要煮一道菜呢 是我们之前示范过的 就是我们的香辣 虾米豆腐啦 喜欢吃豆腐的你 喜欢吃虾米的你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虾米现在怎样了 我们的备料 当当当当 我的爸爸又是很传统的 就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中中啊 中到他呢 绵绵绵密密的 然后呢又有口感 然后同时间呢 我的爸爸也很细心哦 把我们的小葱头啊 还有我们的妈咪号什么啊 里面这个 糯米 蒜米 蒜米还有 没有了 我们的蒜米呢 跟小葱头呢 就打去中 中到呢 它有这样子的形状哦 就绵绵密密这样子 又有口感的时候呢 就完成我们的备料了 然后呢 Auntie秀呢 现在呢 用它最快速最快速的方式呢 帮我们把我们的豆腐呢 切好美美的豆腐 这是Auntie秀今天自己切的 切好过后我们过油 过油后呢 我们就开始炒我们的香辣 虾米豆腐啦 妈咪 你今天 有没有想念吃你的香辣 头五豆腐 有吗 妈咪 先生Auntie讲哦 刚过一番 狂风暴雨 看了秀秀姐 这道黄金满地的 虾米香辣豆腐 好饿哦 我觉得先生Auntie的那个文采很好耶 妈咪 他写这道黄金满地的 虾米香辣豆腐 妈咪 你再念一次一下 你陪我念一次 黄金满地的虾米香辣豆腐 妈咪念一次 黄金满地的 虾米香辣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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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来一次 你找一手我叫妈咪念嘛 因为我跟你讲哦 我发现我妈咪哦 他只要念一道菜对吗 超过十个字的话呢 他就会打结了 他的嘴巴会打结 上次我们讲的吗 豆腐 我们鸡蛋 鸡蛋里面什么豆腐吗 你讲吗 什么 什么日本豆腐啊 日本豆腐真豆腐哈 你那时候讲 我妈咪那时候只讲 单单六七个字 他都已经嘴巴打结了 所以今天叫他念 黄金满地的虾米香辣豆腐 在念一遍 黄金满地的香辣虾米豆腐 OK 妈咪至少有进步了 念多几次 他都进不同点 那个是 有先讲哦 比较多人看耶 哈喽 Elly Dally来了 Evin今天又看到你了 很久没有看到Evin上来了 今天Auntie秀煮我们的猪脚醋 我相信呢 很多人很多人呢 一直在等Auntie秀哦 每一天到底呢 会煮什么好料呢 跟我们分享 今天的猪脚醋呢 特别呢 是为我的爸爸煮的 我爸爸超爱吃猪脚醋 妈咪每天讲 只有爸爸会欣赏 他会欣赏 我们家里没有人会欣赏 我们就像SuchinleyAuntie的家庭 这样子哦 我们喜欢吃卤猪脚 可是不吃醋 妈咪是吗 妈咪你喜欢吃醋吗 妈咪 看听到妈咪喜欢吃醋耶 所以妈咪哦 所以我爸爸要小心一点 不要跟女人看靠近 妈妈会喜欢吃醋 哈哈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豆腐 已经过游到七七八八了 还有久久时时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的小蒜头呢 加入我们的蒜米 我妈拔灯就去 中中中中中中到呢 它绵密等一下就有口感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虾米啦 已经也是中到 也是很漂亮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在等着我们的豆腐呢 过游的同时 等一下我们就要拿下去炒啦 希望呢 今天呢 大家看了Auntie秀的香辣虾米豆腐呢 在家也可以轻轻松松 煮到每一道的好菜 尤其是在母亲节 煮给母亲们吃 应该来不及耶妈咪 来不及买豆腐 来得及买豆腐嘛 要妈咪在那边笑 妈咪你看母亲节煮到这样开心耶 还有人跟我讲哦 叫我煮给我妈咪吃 你看妈咪我煮给你吃你要吗 不要 我跟你讲哦 只要你们跟我妈咪讲哦 叫她煮煮煮 叫我煮给她吃哦 她一定跟你讲 我冷笑就好 还是我女儿不要煮 我煮比我 她每次都会讲 我煮到比我女儿还好吃 其实这个是真的我没有骗你 我妈咪真的很会煮 然后一问哦 以前还怀疑咧 Auntie 你以前是不是做煮草的 为什么你这样会煮的 Miyuki的老公哦 一直一度的在怀疑 是不是我们呢 这里呢 的妈妈呢 其实是在 在背后呢 是一个主厨哦 是一个大厨哦 以前可能在餐馆住 在家常常做过工哦 或者是以前在餐馆呢 有跟很多老很多那些师傅偷师过 可是我可以很明确的 很确定的告诉你 我妈咪呢 没有真正在厨房打过工 也没有呢 在任何的酒家呢 做过工 她只有在我们家的 单family酒店做过耶 还有我们单family的厨房 就是我家了 就是我们的成家厨房做过工耶 做过主厨 所以呢 喜欢看Auntie秀煮饭啊 又喜欢呢 跟Auntie秀呢 互相交流 互相切磋厨艺的朋友啊 欢迎你常常来看Auntie秀煮饭啊 我们的6点钟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我们呢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缺搓我们的厨艺 让我们呢 在家也可以煮到 美味的好吃的料理 然后我们今天呢 Auntie秀呢 就要炒我们的香腊虾米啦 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已经 刚才准备好的 中好的那个蒜米呢 还有我们的小葱头 下去爆香 你看到Auntie秀吗 今天讲话很大声 妈咪 我讲话不大声 我怕他听不到耶 因为我今天电话有点问题 因为我今天 我跟我的朋友讲电话话讲 San我听不到你声音 我越讲越大声 越讲越大声 你怎么会听到大声吗 不知道耶 我问一下网友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会大声吗 妈咪讲我讲话太大声了 叫我小声一点 没有耶 网友没有回应我 不论大声还是小声 可是我觉得网友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电话可以调大小声 然后可以听清楚 可以听清楚一点 因为我今天忘记拿我的麦哦 connect去我的电话呢 我担心你们听不清楚我的声音 也听不清楚妈咪的声音 你们刚才呢 看到Auntie就跟你说嗨了哦 所以呢我们 妈咪 我没有拍到啦 是你自己在那个前面讲 我又没有拍到 那个妈咪哦 怕人家不知道 还特地在那个面前镜头里面讲 我没有讲 我再指一下 ok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现在炒着我们的香料啦 就是我们的小蒜米 还有我们的小葱头下去爆香 那你还没有下去啊 啊这个蒜米 有啦 妈咪我看到你放下去了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就帮Auntie秀爆香一下哦 所以呢Auntie秀呢 她的手可以休息两秒钟 因为我的手就都可以帮你炒多一分钟而已 然后我现在呢 左手拿电话哦 右手拿这个铲子 然后二姐跟我讲什么feedback嘛 她讲我的手很累哦 她讲我的stabilizer很重哦 电话很重哦 灯很重哦 我就跟我二姐讲 我连续一个月 我都没有complain过很重 二姐来一点 她讲真的是很累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呢 打开我们的猪脚处了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煮了半个小时哦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况 然后我现在呢 要把我的灯放靠近一点 所以呢 我们的网友们呢 可以在我们最短时间内 看到Auntie秀的猪脚处 妈咪 你的猪脚处的颜色很美咧 我相信哦 很喜欢吃猪脚处的朋友玩耶 在这边 在我们的面前呢 登登 没有 已经看到 吃不到的感觉 所以呢 在家可以在家 try呢 煮这道菜 开火啊 妈咪 170讲会很大声 她讲她怕我明天没有声音 对咯 我懂为什么 因为我包住我的头 因为我刚才回来 然后呢 我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头发还没有干 我现在就一个安不奶奶 这样子的包住我的头 所以呢 她讲等一下怕我明天喉咙痛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哦 我讲话呢 是用丹田的 没有用喉咙音的 你们发现我很少听 我没有声音的咩 我每次没有声音哦 是因为什么呢嘛 吃太多辣的 吃太多那些热的东西 就没有声音 可是平时讲话呢 我都是呢 习惯用丹田的气 来韵气来讲话 所以呢 你讲话的时候呢 不容易觉得喘 然后呢 也觉得呢 你整身的那一个气场啊 是越讲越有劲的 不会越讲越累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阿姨秀哦 在我讲一些些废话的时候 她已经做了很多东西了 就是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 刚才呢 爆香好的蒜泥啊 还有我们的姜 还有我们的小葱头啊 加入我们的辣椒 就是我们的那个 虾米 还有什么 妈咪这个有辣辣的味道的 这个不是辣椒啊 小辣椒 哦 小辣椒 下去炒 妈咪 下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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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妈咪的那个辣椒哦 很呛哦 然后呢 那个辣椒很香 我跟大家讲哦 所以呢 在家煮这个香辣呢 我们虾米的那个豆腐呢 记得辣椒放多一点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朋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蒜米 我们的小葱头 放香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虾米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小辣椒 下去炒 然后呢 炒到呢 我们差不多看到了 我们看它已经均匀的沾上颜色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辣椒 就是我们今天呢 把我们的三八星龙辣椒呢 这个没有了 你看阿姨秀很省 对不对 阿姨秀讲这个已经完了 所以呢今天要加两个 咦今天不是加这个吗 不是哈 没有了 所以阿姨秀天再加多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Must Food 咪咪咪咪的Must Food在哪里 我们Must Food的那个袋子咧 咪咪Must Food的袋子咧 爸爸帮我找一下 我们的那个Must Food的袋子 哦哦 爸爸已经把那个纸袋丢掉了 爸爸呢 已经把纸袋丢掉了 所以呢 外面没有开 外面没有开 有开是没有开 没有哈 然后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那个 辣椒呢放下去 当然呢我们今天呢 就不要放太多 因为上次呢 妈咪放太多 我很想吃爽 吃不到爽 太辣了 你知道吼 我辣到我的那个饭哦 吃到我整个嘴巴红红 可是很好吃 我还是喜欢吃辣 妈咪煮的辣还是很好吃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倒住我们的炸好的豆腐 妈咪要 你看妈咪很省是不是 我的妈咪是很勤加 节俭的 你看到吗 她讲哦不要浪费那些 留在我们的碗里面 那个那个 空罐里面的那些酱料 所以呢 要把它均匀的弄干净 然后我现在呢 妈咪倒入我们的豆腐后呢 我现在帮妈咪翻它一下 我其实我觉得吼 我跟妈咪呢 赔了它煮了五十多天 我发现到我 我还是不会像妈咪这样吼 翻菜翻到这样自然耶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翻菜 我很怕吼 那个豆腐 而且是豆腐会断 会烂掉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妈咪就会认识我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刚才我们的水 妈咪讲呢 加入适量的水就好了 你们千万记得 不要加太多水 因为呢 它会影响到呢 你的整个的 那个 那个虾米的味道 会可能 会变得比较减少 哈喽 妈咪 Jes Chong今天也上来看你煮猪脚醋了 可是呢 Jes我们刚才的猪脚醋呢 已经变成半成品了 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我们刚才呢 我们的猪脚醋呢 我们就是加入我们的蒜米啦 加入我们的 我们的猪脚呢 洗干净过后呢 我的妈咪就去汆烫它 汆烫它过后 对不对 我们呢就沥干 沥干过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啊 加入我们的姜片啊 加入我们的蒜米啊 然后呢 放下去 阿妈咪讲可以开啊 你们听到的啊 不要讲 等一下她讲我没有听到 然后我现在开着盖呢 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呢 就加入我们的那个 油 蒜米 姜片呢 放下去呢 炒爆香它 爆香它后呢 我们就加入 哎呀 阿咪 我的电话被你打一下 它疯掉了 然后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蒜米后呢 还有我们的姜片下去 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呢 刚才汆烫好的 那个 啊 猪巧呢 下去翻炒 翻炒到呢 你嗅到很香的 一层的那个皮 那个猪的味道 猪皮的味道 对不对 然后你才加入 七个调味料 然后我们给阿姨再复习一下 妈咪 加入哪七个调味料呢 你看啊 妈咪哦 现在我已经很紧张了 你还要试味道 然后要七个调味料有什么 妈咪 再试习多一次 妈咪 酱油 酱油 醋 糖 原味 一层胡椒纹 哇 妈咪已经备了三轮了 她已经知道呢 那个七个调味料是什么了 就是放下去过后呢 均匀的翻炒过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继续滚它 继续焖煮它 焖煮到呢 半个小时我们就熄火 然后呢 过后我们再继续焖煮它 然后我们现在呢 是让它继续焖煮到 我们的猪脚呢 全部入味过后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给我的妈咪 煮它的香辣虾米豆腐 然后我们香辣虾米豆腐呢 已经开始要好了 我们刚才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 把我们的那个豆腐呢 切丁 然后呢 过油 过油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加入我们的小蒜头 加入我们的小葱头 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加入我们的虾米 加入我们的辣椒 然后翻炒 然后过后呢 再另外加入我们的must food牌子 今天我们是用must food 你可以选你最喜欢吃的牌子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用must food的牌子 我们的辣椒虾米辣椒酱 然后放下去过后呢 我们继续翻炒它 然后我们中间呢 是加了一点 一点适量的水 妈咪 这样你还要加那个油 哎不 加那个盐跟味噌吗 不用 不用啦我加糖哦 加糖啊 加一点糖就好哦 然后来炸豆腐 我放一点盐啊 哦对哦 我们豆腐下去炸之前有放一点盐 差一点忘了跟大家讲 然后呢 auntie shoe呢 就加入我们的糖 下去呢 就翻炒再翻炒 妈咪 sensei leo auntie讲 不要吃这样多小辣椒 屁股会冒烟 她讲她的体质受不了 哈哈哈 sensei leo auntie 我跟你讲哦 我的妈咪哦 是超会吃辣的 Jes Chong讲 嗯她给你一个好吃的样子 然后Jes讲哦 不要开给我看 煮到那么美 我真的酸溜溜了 Jes不用紧 你明天呢 快点去买猪脚 然后呢 就可以在家自己独享你的猪脚处啦 妈咪讲 妈咪 Elly讲哦 很棒 妈咪 然后Jes讲哦 你的豆腐哦 也是看起来很好吃的 我跟你讲 妈咪的这个豆腐哦 是她自己自创的 因为我们家呢 有喜欢吃豆腐的 有喜欢吃虾米的 然后妈咪呢 又喜欢吃辣 所以呢她就把3 in 1呢 自己在家构思 怎样子煮 然后以前我记得妈咪煮第一次的时候 她跟我讲哦 那个豆腐没有炸到 所以煮到绵绵 过后呢她就想到呢 这个豆腐呢 过油过后呢 才来炒 然后妈咪呢 其实自己也是有很多R&D哦 DIY呢 怎样自己把每一道美味呢 煮到更好吃 所以呢 今天呢 看到Aunty煮了我们的香辣虾米豆腐 在家就开始吃 煮起来 动手煮起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煮好了 我们的香辣虾米豆腐 妈咪你下一道菜煮什么呢 煮我们的什么 炒菜 我觉得我今天跟妈咪炒菜哦 要不可以吗 妈咪 苏琪里讲 买豆腐是这样子的 会烂掉的 是咯苏 苏琪里Aunty 妈咪 妈咪讲哦 你如果煮这道菜的话呢 你记得记得一定要过油 不然的话呢 等下你炒的时候 它就会散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煮脚醋 很香 妈咪你的煮脚醋的味道哦 一直飘过来 一直飘过来 我觉得哦 真的是很香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妈咪呢 在洗着锅的同时 20秒洗锅 妈咪靠刀剩10秒 9 8 7 6 5 4 3 2 1 妈咪好想 我的20秒洗锅哦 一来越紧张了 然后我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菜 登登登登登 我们等一下呢 就吃我们的桂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锅 洗干净了 然后我现在呢 要准备我的桂豆了 妈咪我今天帮你炒桂豆啊 你们炒不好吃 不要困难啊 炒好吃才称赞我就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妈咪帮我洗干净我们的锅了 然后我们就开火 妈咪加一点油 我现在帮她爆香哦 妈咪 苏妻丽阿姨讲哦 记得拍那些菜来给她看耶 不要忘记拍哦 然后我现在呢 妈咪帮我加了油 然后加了油过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 你要找什么 加 姜鱼籽 爸爸 姜鱼籽 我们的姜鱼籽还没有来 妈咪问你们 她的猪脚处够黑吗 猪脚处 妈咪 我们要等网友 回答也要一两秒一下 妈咪讲 这个猪脚处够黑吗 还需要加我们的黑酱油吗 就是我们的赛油 还要加吗 妈咪 先生鱼籽讲 叫我记得把这些秀秀家传菜 记起来 所以我叫网友跟我一起记比较快一点 哈哈哈 然后呢 妈咪 妈咪 妈咪她喷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问 妈咪这个猪脚处第一次煮对不对 现在呢 Auntie是问哦 这个猪脚处的颜色美吗 还要加多一点吗 我觉得可以再加多一点了 妈咪 我觉得你的那个黑酱油可以再加多一点 然后今天呢 我的三姐哦 就要煮他的 煮 炒菜给大家看了 我的家呢 只有我的三姐哦 厨艺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三姐呢 代替我的妈咪 来煮一下我们的 当当 我们的桂豆啦 炒桂豆啦 妈咪 小心 等下你敲到你的脚 最好笑了 然后我现在呢 爆香我们的姜鱼籽 然后我给我的三姐操刀一下 三姐 你走过去一点啊 看不到你在镜头前面 我家呢 只有我的三姐哦 遗传到妈咪煮到一手好菜 妈咪 先生6Auntie讲可以黑一点点哦 不够黑 Auntie秀讲哦 给他吃不够酸 他要再加多一点醋 然后呢 我们再加多一点赛油 然后让我们的颜色哦 我们的猪脚处的颜色更漂亮 怎么样 今天呢 由我的三姐操 操刀 不是操刀 操残 然后残煮 然后继续的爆炒他 然后看到吗 我们刚才呢 已经加了油 对不对 加了我们的小蒜 我们的那个姜鱼籽下去 爆香 妈咪 有朋友讲 不健康 油太多了 妈咪 你今天的油有点下到太多 倒一点上来吗 啊 我们刚才哦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的 这么煎妈咪的油哦 放这样多耶 因为我刚才还是在看耶 当当 倒 而且她姐还 秘密还是很多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好 可以了好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豆 炒下去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让我的三姐呢 在我们镜头前面呢 爆炒我们的贵豆 然后同时间呢 Auntie Sue呢 现在呢 在调着她的那个猪脚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头 等等 你会发现我家一个共同点啊 一个 一个 特别的景象哦 一个用右手 一个用左手 刚好在对的地方站 妈咪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到吗 因为我的 我的三姐是用 右手的 妈咪是左撇子 你想一下 如果他们刚才是倒转一下 两个就打架了 妈咪是吗 哈哈哈哈 妈咪在那边笑 她怎么会发现到这样奇怪的现象 然后呢 我们炒了我们的青菜 炒了我们的贵豆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一点水哦 妈咪 杰斯讲齁 今天看了你的猪脚处过后呢 应该会睡不着 应该晚上还在想着发梦都会看到猪脚处啦 不要担心 杰斯 我们期待看你的猪脚处的表演 所以呢 你在家煮到成功的时候呢 记得带我们 我们呢 跟你赞赞赞赞赞 Auntie秀呢 的网友啊 还有他的粉丝们呢 全部都已经是 厨一一流 大家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切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然后现在呢 Auntie秀呢 已经借手过来了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盐 加入我们的味噌 然后呢 下去爆炒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桂豆现在长什么样子 炒到什么样子 炒炒炒炒炒炒 妈咪讲哦 我今天的那个桂豆买到太老了 他讲下次不要买酱老 我讲还好我先把那个锅甩给阿瑞 因为阿瑞买的 哈哈哈 然后呢 下次我觉得 我还是我自己去买好一点 不然阿瑞也是很可怜度装弹哦 买贵豆来会被恐懒 哈哈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玩多鲜 节目鲜胖胖的 有啦 他有选啦 只是说还没有像妈咪这样会选 妈咪 Jesse讲她的家里 没有人吃 所以不能煮 所以呢 下次Auntie秀的聚会呢 我相信应该要搞大一点 妈咪 我觉得你聚会 现在我们聚会可以几个人啊 可以几个人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现在知道聚会可以几个人吗 不知道今天Astens一个星期 对哦 我今天傻眼哦 我看到她讲Astens到六月耶 我讲妈咪 这样我们在家 不是一直要 你要继续煮啊 煮很多鸡 我会煮 你们希望Auntie秀 继续煮给你们看嘛 我没有菜煮的 Auntie讲 我现在每天在研究 我要煮什么新的菜色给你们看耶 妈咪 20 她讲最高纪录呢 可以聚集的是20个人 这样我就跟妈咪讲 我们就办一个聚会呢 可能19个人就好啦 20个有点危险 等下被警察抓去 我知道外面好像不能聚餐耶 应该是只能4个人一个座子耶 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啊 这样我们先网络呢 先看Auntie秀继续煮先 然后看到呢 每个人看 我觉得每个人一天煮一道呢 在家也变厨神了 被厨娘跟厨神 尤其是我们看妈咪哦 给人家误会 她以前是在那种大厨啊 酒店啊 饭店啊 做大厨的 其实妈咪呢 是全职家庭主妇以前 所以呢 她只是在我们 Done Family的厨房 成家厨房煮过耶 其他家厨房我就不懂 哦有有 还有国家厨房也煮过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我现在把妈咪 爆炒一下她的那个贵豆哦 这个很大个你看 这个猪猪猪猪 给看一下妈咪的 像大猪猪 没吗 今天那个猪猪 黑了啦 妈咪你的颜色美哦 我觉得 很漂亮了 很黑了 不要再加你这样 妈咪你要叫爸爸 测试一下味道吗 好 赶快 爸爸已经嗅到很香的猪脚醋了 不过阿贵有没有吃猪脚醋耶 所以呢 我们希望哦 我们的MCO呢 快一点过去哦 所以妈咪呢 可以跟他 妈咪 那个贵豆飞过去哦 你这样烤咯 妈咪呢 妈咪呢 那个贵豆飞过去耶 回到哪里 飞去你的锅的后面 当当当当 锅锅锅锅锅 锅锅锅 昨天我看回你们的驴眼很可爱耶 每个叫二姐 二姐 你没有锅锅锅锅 哈哈哈 妈咪一直在那边笑 没有锅锅锅锅 二姐讲 我也很难锅锅锅锅 然后锅锅锅只有我的那个 然后 欸 妹妹你在线上 我刚才没有看到你耶 妈咪姐妹妹来跟你偷吃 对咯 Jazz我的家哦 有16个大人 3个小孩 今天呢 妈咪煮 14个大人 3个小孩的饭量 所以呢 在家母亲节 当当当 所以呢 我觉得妈咪煮到这样会煮哦 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呢 要卖我的妈咪了 三姐 我们哦 extend到6月9号咧 你生日那天耶 这样不是没有中煮吃了 6月9号是我三姐的生日 妈咪 妹妹讲等一下过来吃 妹妹你忍不住了 哈哈 等一下煮话了 你才讲 等一下 不用紧啦 我们少吃一口饭而已嘛 妹妹可以吃多一点 看她挂头挂了 我觉得妹妹看到豆腐也忍不住了 然后又看到你的脚趾也忍不住了 又看到妈妈煮这个桂豆哦 妹妹讲我多远都要来 妈妈咯 她讲她要来 她讲等一下过来吃 妹妹你要快点过来哦 不然等一下好料不得你哦 妈咪讲 妈咪 妹妹讲哦 妈咪你没有菜煮不用紧 可以转去做甜品 妈妈也是很会做甜品的 你知道吗 以前呢 我家的那个蛋糕 我妹妹的生日蛋糕 全部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很像layer cake啊 choco cake啊 我妹妹的生日蛋糕都是我妈咪做的 然后呢 我妈咪吼还会做我们的饼干啦 黄梨饼啦 还有什么 妈妈还会做很多那些 guit啊 水晶糕啦 然后呢 只要是糕点 尤其是传统古早点的 她全部都会做 所以呢 你们欢迎来挑战Auntie秀 气眼一点哦 妈咪讲气眼一点不要来挑战我 妈咪讲 我每天 我妈咪讲我现在每天要煮一道菜 我都很stress了 还要叫我来挑战 没有啦 我们来切磋啦 哈喽 Carmen 母亲节快乐 哦妈咪 妹妹讲还会做月饼 还帮我补充 会做月饼 我妈妈煮的那个菜月饼也是很好吃 Auntie秀哦 不要看他 人 人看起来好像很普普通通 其实呢 里面很有内涵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通过直播啊 一直挖Auntie的料 然后先生亮跟妹妹讲过的吗 妹妹 你自带白饭 哈哈哈 还是对哦 先生亮Auntie你很厉害耶 我觉得 你是我们的那个 百科全熟 什么都难不倒你耶 你知道 先生亮Auntie那天哦 我们不是有很多那些药材哦 就是从我的那个里兰拿出来的 先生亮Auntie很厉害耶 他哦 什么菜色他都知道 什么药材他都懂耶 还跟我们讲一些什么 玉珠啊 如果上风咳嗽啊 不能吃啦 然后很多人不知道啦 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 东森啊 所以呢 我觉得先生亮Auntie也是我们的家里的宝 所以我们每次讲哦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我家有两老哦 都是宝 然后呢 妈咪讲哦 他周辉的那个礼物 他非常开心 你没有看到Auntie post Auntie讲 我很shy 我不要post啦 等下我朋友问我去哪里买 他讲他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油啦 妹妹讲 我来不及煮白饭 哈哈哈哈 妹妹 你可以常常过来吃了 MCO呢 他讲可以出来出来吃 可是呢 尽量咯 你们去外面呢 餐馆的时候呢 记得要四个人同坐就好哦 我今天呢 我去的时候啊 那个饭店 不是饭店 那个餐馆的老板 他跟我讲 小妹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然后他还跟我讲 那天哦 我们有顾客哦 跟我们讲 他的朋友被罚款一千块 所以你们记得哦 不要跟政府开玩笑耶 一千块的罚款哦 可以吃很多餐了 是不是 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唱唱 然后呢 就将我们的豆 诶不是豆 我们的油麦 将将将 我们的油麦呢 等一下就要倒下去 爆香它 妈咪我问你啊 一个问题啊 我们上次换那个 换那个 那个煤气筒是几次啊 是哦 现在要我按了我看 我感觉到我们的那个煤气哦 有出那个火耶 出那个叫什么火 那个红火啊 红火在后面黄上水啦 所以呢 我跟妈咪讲 我不要想哦 像上次这样子 然后我们上次也个很好笑耶 我们上次哦 煮到一半哦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我们团结没有 没有那个煤气 然后爸爸很快 爸爸就快点出去买 快点呢 去钢一桶来 现在呢 我爸爸呢 也是十项全能的冷手哦 家里的那些 小电器啊 灯泡啊 都是我爸爸换的 而且爸爸在家 还帮我洗冷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在家哦 会很发现到 爸爸妈妈的长处 妈咪很会煮 爸爸又很会搬行他呢 准备那些配菜料啊 备菜啊 切菜啊 我发现我爸爸的刀工一流耶 然后呢 爸爸呢 还会洗我们的aircoat啊 用干净我们的家呢 跟你讲 所以呢 在家呢 虽然我们常常 现在的时间呢 都是待在家 可是你会 慢慢的发觉到呢 你很多的父母啊 都很多优点 而且你发现到我妈咪哦 虽然是哦 很会念念念念念念 可是呢 她真的是很会煮 她是边念边煮 因为呢 她是有要求而念 所以呢 你知道你父母呢 很会念的话呢 有时候要想知道的 东西是就是 她到底为什么念你啦 是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好 还是她希望你做的更好 然后呢 今天母亲切特辑 很开心呢 我们还有很多 那么多的网友跟粉丝呢 陪着我妈咪煮饭 然后呢 你等我妈咪在看着我的那个电话 妈咪 你刚才有60多个人 最高有98个人来看 妈咪讲 我现在我的直播 已经开始 越来越多人看它 其实有时候很紧张 她讲不懂要煮什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爆香好的蒜米 加入我们的油麦 我相信呢 很多天没有看到Auntie秀炒菜的朋友 今天就在现场呢 跟我们一起复习我们的SOP 什么SOP呢 就是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爆香它 然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菜下去爆炒 是不是很简单的SOP 然后呢 就这样子翻它 我的妈咪呢 她就习惯性呢 大概翻大概一个 一分钟后呢 她就去翻翻翻 翻炒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味噌 跟盐下去 调味 然后呢 调味后呢 我们就继续翻炒到它全熟 我们就大功告成 然后呢 今天要问妈咪 妈咪等一下你要加你的蚝油 蚝油去淋嘛 没变呢 耶 我最喜欢哦 妈咪炒完菜过后 对不对 就这加入我们最后一项 就是我们的 当当当 就是呢 加入我们的蚝油下去 勾芡 然后我们现在 加入我们的盐 还有我们的味噌 然后先生娘 阿姨说呢 家里呢 一定要珍惜家里的宝 很上感 今天我家少了一宝 对咯先生娘 不要紧 先生娘阿姨 我们今天呢 也是在现场呢 陪伴呢 我们很多的妈妈们 度过这个 很珍贵呢 很有纪念价值的 母亲节 然后呢 我昨天送我妈咪礼物的时候 我跟妈咪讲 你们的表情 给我 给我们的妈妈们 她们给我表情是 希望每一年都要准备 母亲节礼物 哈哈 妈咪是吗 然后妹妹很尴尬 妹妹 我们就特地玩妹妹 妹妹 你的礼物被妈妈点弃了 然后妈妈讲什么 你知道吗 妈咪讲什么 你记得吗 妈咪 妈咪讲 没有啦 我没有嫌弃 可是她是点头的 没有啦 我没有嫌弃 她又点头一下 然后我们很喜欢 招弄我的妈咪跟我妹妹的 阿咪真的回来了 有 妹妹有过来 然后呢 我们包装好我们的 那家豆腐啦 油麦 然后我们就上盘啦 因为我妹妹呢 超爱吃 香辣 虾米 豆腐 而且呢 这道菜哦 留任MCO的时候哦 然后呢 阿咪讲这话不可以吃 阿咪我跟你讲哦 通吃的话哦 会被妈咪罚的 等一下要吃这一个 哈哈哈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的三姐一直在我们的 那个客厅的dining room 一直M住我们的菜 因为我妈咪 等下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拍照 给我们全部的网友看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很守规矩的 我们通常呢 在妈咪拍照 什么都不会偷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的妈咪 把我们的油麦炒上来 然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蚝油 当当 我们的李锦记蚝油呢 下去一起爆香 妈咪 我朋友讲母亲节快乐 辛苦了 妈妈们 然后呢 今天很开心哦 这个母亲节特级呢 我们有那么多的网友啊 陪伴我的妈咪一起煮饭的同时 也让我们呢 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一个小时的直播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Xu在做什么 乡乡乡乡乡乡 Auntie Xu呢 现在在爆香我们的蚝油 我们继续的爆香 当当 妈咪 你的那个蚝油放下去过后呢 爆香过后 就蓋到很香的那个蚝油 一直扑鼻而来 看到嘛 那个盐 我的镜头可以看得到盐 看的到吗 看到了 看的到哈 然后呢 然后呢 喜欢吃有麦的朋友啊 在你煮好过后呢 你又喜欢蚝油的味道 你不妨也尝试 像Auntie秀这样子呢 去爆香它你的那个酱料 然后呢 淋在你的 当当 我们的那个油麦上面 妈咪 今天煮完这道菜过后呢 还有什么菜还没有秀给大家看的 没有啊 我们今天总共煮几道菜呢 哈哈哈哈 妈咪 你记得你今天煮几道菜吗 我搞你今天煮的那个 应该是五道菜 菜补豆腐 哎没有 菜补煎蛋 然后呢 我们的猪脚醋啦 我们的主角 然后呢 我们的桂豆 我们的油麦 然后呢 最后一个 什么 对 我们的香辣虾米豆腐 然后今天呢 Auntie秀就很快速的 嗆嗆嗆嗆 然后我下次要练习 我的嗆嗆嗆嗆 要放不同的音乐 你知道我还特地去买 一个那个配音器 你知道吗 到现在还没有寄来 不懂几时会到耶 那个中国寄东西超慢的 然后呢 我就想说以后呢 我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还可以自己放拍手啦 拍场的声音啦 然后结束的声音啦 所以呢 让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啊 越来越有呢 更多的那个音响呢 让你们呢 也越看越有劲哦 当然 最不忘的就是我的妈咪呢 每一天都想办法呢 煮一道她的菜色 然后拿手小菜呢 跟大家分享 一起切磋厨艺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Auntie秀要偷吃一下 妈咪你吃一下 我们看一下你表情好不好吃 Auntie秀哦 上次很容易看的 好不好吃呢 就写在她脸上啦 哈喽妈咪 Auntie秀讲 Auntie秀讲我是表姨哦 妈咪 Auntie秀是表姨 哪一个表姨 Auntie秀是表姨 妈咪的表姨还是我的表姨 她是讲你的表姨 还是我的表姨 不知道啊 Auntie秀 H W E E后面 Auntie秀 妈咪 Auntie秀 我的表姨 妈咪在想一下我的表姨的 华语名是什么 然后呢 Jazz讲哦 妈咪 你可以做那个蚝油代言人了 是的 我也是觉得我怕他 等下那个临警记的老板 来追讨我的那个 追讨我啊 投诉我啊 为什么哦 一直打广告 否他的临警记 没有经过他同意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那个猪脚醋呢 已经闷到七七八八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妈咪 试味道一下 够了 然后叫宝宝来try 宝宝来快点 谁要来试猪脚醋 快点 来光明正大的 偷吃一下 快点 谁谁谁 快点 不要妈咪就要关火了 来妈咪 你try一下 我们看一下妈咪 好快了啦 你try了吗 可是我没有拍到 妈咪 观众要求 看一下Auntie秀呢 第一次在我们的 哦 啊呦 啊呦表姨是吗 Aun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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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呦表姨 你叫Ong 他写Ong Ong Ong 等下我们看一下那个 他用他的那个 谁的 他老公吗 他老公的那个 Facebook卡 应该是 妈咪 来我们看一下你的 猪脚醋呢 让你自己testing一下 那个感觉怎样 今天呢 我们现在收成着 我们的最后一道菜 猪脚醋 我们今天的主角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Auntie 就在直播前面 看一下Auntie试吃 嗯 好吃吗 感觉怎样我觉得Jazz 应该会很想打我 哈哈哈哈 Jazz讲我家里没有人吃 然后哦 我自己煮的话呢 我自己煮的话呢 又很像太多了 够黑了 好了 我们现在的主角处呢 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熄火 然后呢 焖了10分钟 Auntie想的才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在我们 什么结尾 跟我们做他的招牌动作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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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Bye Bye